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这个视频进入到数组的第二个部分 二维数组 其实大家从目录结构上 基本上也可以对照我们学过的6.1节 内容基本上类似 我们也是去讨论二维数组的形式 二维数组的引用和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这个和一维数组讲解的概迈络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大家要把你的思维的方式 扩展到多一维 所以就是一维数组是带一对中口号 二维数组的话很简单就是带两对中口号 你可以推而广之 那你就是三维数组就是三对中口号 四维或者是N维就是N对中口号 取决于我们的程序的复杂程度 我们去决定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多少维的数组 才可以帮助我们去整理或者是管理我们的数据 简而言之 数组其实就是一个同样类型的数据的集合 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省去了你去定义一堆变量名 而它就可以通过下标 通过锁引值去帮助你去按照一定的顺序 或者是按照锁引的方式去管理相应的一系列的同样类型的变量 所以二维数组就是两个常量表达式在两对中口号中在对于数组名进行类型定义 这个floatA34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是一个辅典型数组 在这个里面的数都是辅典数 所以在这边的话首先要注意的是是两对中口号 而不是一个中一对中口号中用逗号进行分隔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大家如果学还记得行列式就是现行代数的话 把它整理成这样的现行代数的行列式或者是矩阵的方式 第一对中口号里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行 所以A3就是三行但是它并不是123行 大家记住是012行所以在这边的话是0A0A1A2 所以把它放到三个行 然后第二个中口号就是列 所以就是在这边它是第二个中口号里面的就是0123是四列 第二行也是0123四列 第三行也0123四列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三乘四十二个元素 它们是按照三行四列的方式进行排布的 当我给竖直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它也是按照这个行先填充 然后第一行填满再到第二行 第二行填满到第三行 这个也是比较非常朴素的这个概念 在推而广直如果我再有一个三维 那我第三维可能就是一个竖起来的这样的立方体 那它可能就是Z轴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XYZ轴 第一个中口号就是X轴上面的值 然后再到Y轴 然后再到Z轴 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了三维的一个数族 然后对于这十二个元素 那我们的取值范围我们也清楚了 是从012是三行 0123是四列 然后它们在计算机中去排列的时候 就是按照先行再列的方式占据十二个 也就是你的第一个长度乘以第二个长度的总共的内存的地址 顺序我们已经讲过了按行先存 行为先 行优先 然后列为二 所以这块的话大家也给出了这个平面上去表示三维数族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块的话我们就要靠想象 其实三维数族已经是一个立体空间的数族了 我们同样对于二维数族的引用也是给出下标值 只不过这个时候你要给出两个下标值 当然是说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有后续我们对于数族进行操作的时候 还有很多对于数族下面的方法和函数 比如说我对于数族我可以进行切片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先从那单个数族下元素的引用开始 我们后续慢慢的会补充相应的操作的方式 不管是一维数族还是二维数族 它们的数据数族元素都应该是看成一个普通的变量 所以现在B12就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只不过现在它是一个二维数族中的一个元素而已 所以在这头的话 对于一维数族我们定义的A5 int A5它的元素是04 对于二维数族我们34 它的坐标是0到2 0到3 所以这块的话一定要注意 如果这个时候你说int A34 这就超标了 30虽然列没有超标 但是行超标了 14行没超标列超标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都不可以在它的两个维度超标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来进行一个二维数族的例子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直接复制过来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6-2 所以现在我们去定义的是int I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J 因为它是两个维度嘛 所以我们要有两套 所以我们是定义的时候是按照34 是可以这样去定义的 然后我们要利用 如果我想给一个二维数族复制 就要利用循环嵌套的方式 所以我首先是在这边 I小一等于记住 这个时候我要是多少 2对吧 我也可以说小于3 因为I是int 但是我这边用小一等于2就比较的清楚 然后我在forJ等于0 J小于等于3 因为它的上边长度是4 J加加 我在这边的话 那要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就是AIJ等于I乘以J 就是给这样的一个复制 然后我们现在要同样通过这样的循环嵌套 我才去读取它 所以在这儿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给出个print 在这边的话 我就是两个了 因为在这边是两个中口号 百分号D 然后等于百分号D 所以在这边的话 是除了一个是I 还有一个是J 然后给出来的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IJ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 把第二个就去掉了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 所以我应该得到12个元素 看一下A00 A01 A02 A03 然后把第一行排布完毕 我到A 我们可以在这儿打印一个回车 大家就看得更加的清楚了 看到了吧 我先把第一行的撕裂排布 因为这个时候A的I是0 所以这边的数值都是0 然后我在这边的话去看第一行 因为第一行的时候第一列都是0 所以这边的话 这是三个0 然后是1乘1 1乘2 1乘3 1乘4 1乘5 1乘6 所以在这边的话 其实那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例子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用它弄成一个99乘法表 只不过是说在这边的话 我们用 让我们来把它改造成一个打印99乘法表的二维数组的方式 所以在这头我们可以看99乘法表 那我就是要从0到9的1到9对吧 我这时候给它一个10的数据数组 但是我可以把0省去 所以我现在就I可以从1开始 I小于等于9 其实I是可以 应该是在0的 所以我现在J也是这个1到9 但是这个时候我J完全我可以让它等于I 我来去复值 所以这个时候AIJ就等于I乘以J 所以就是A等于1的时候 J就是从1开始到小于等于1 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我给出了一个99乘法表的复值 然后我把它这一部分 如果我拷贝过来 大家看一下 如何利用二维数组 我们在这块的话就不是这个了 对吧 我现在完全可以是 int 就这两个 等于 它 AIJ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99乘法表中的结果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看 实际上我们这个结果是用一个二维数组来存储的 这个和我们上面之前学过的99乘法表 是不是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实现方式又有了不同 所以在这边的话 大家就是在学习C语言 或者学习任何一门计算机语言的时候 都可以去看说 你有对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应该有能够想到的多种解决方案 哪种解决方案更加的有效 或者是说哪种 经常我们说 编程是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就哪种解决方案让你觉得更加的漂亮 或者更加的艺术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看你逐步选手里的工具箱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的功力所在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是说 我只是简单的将输出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其实舍弃了我们不需要的零值 我就可以用它去打印99乘法表了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二维数组的一种比较巧妙的利用 初始化 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话 跟前面谈到的初始化是类似的 只不过现在是既然二维数组是行和列 先是行 行内是列 那我就是也是用签套的方式进行初始化 这就是大括号欠大括号 每一个小的大括号 一对大括号里面的话 就是一行中的数值 然后每一个大括号代表完整的一行 当然我是可以省略 我省略大括号的话 它就是按照默认的行优先的顺序 先把行填满 第一行填满所有的列 然后再从左到右去填满第二行 填到哪个值结束为止 你可以在这边少几个值 那后面的话就补零 这就是对它的部分复值 你也可以指定里面的子大括号 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这一行中去后续补零 而不是在整个行列的全部元素后去补零 这个就是你的控制 它的这个数据 你也可以在一个大括号中间完全放空 这样它就会中间隔开 你的这个大括号的复值 在这边的话 如果对于全部元素都付出值的话 三乘四十二个 那我就给出了十二个数 那我就可以 那个不用大括号 第二层的大括号 但是如果你这边的话 没有就是只有这种情况 我可以省略前面的三 或者是我可以省略后面的四 因为但第二维的长度不能省略 就是我可以只是在前面的三 因为我并不知道三行是多少列 只有我知道了每一列是多少 我在这边去回填多少行 我才可以省略前面的行 行是可以用列 用总数除以列得出来的 而列我是并不能用行和总数得出来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要注意省略也只能省略第一个维度 当然是说就跟我们前面讲过的负循环一样 我们还是基本上推荐大家 尽可能不要利用省略的方式 因为省略只是对于你自己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 好像省了一点点时间 但是程序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 你要考虑到别人也会读你的程序 你自己在未来可能也会读程序 这种省略会造成很多的麻烦 但是因为你要还要看你的双眼 去判定说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判断的 几行几列 所以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去定义一个一维数据也好 二维数据也好 多维数据也好 尽可能的在你定义的时候 把行和列都明确 我们就叫做显示定义出来 而不是让它去计算机去进行判断的隐性 得到了一个定义 所以在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小的章节 二维数据 其实你懂得了一维数据二维数据 我们说三维N维 这些都应该是处类旁通的 在下一个视频 我们会进入到字符数据 因为它我们说它也是叫做数据 但是在操作方面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和树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视频再见